最近施永青又出來說,樓市的20年周期已經結束,樓價將會跌三分一 美國繼續加息,物業投資的價值很低,為什麼還要有人買樓呢? 很奇怪,是不是? 我用別的角度和大家看看這件事 息口是否完全影響了樓價呢? 我覺得也未必是 但是,投資的價值是低的 所以我已經在四年前左右,Youtube頭尾,我想是四年左右 已經開始真實分享,我賣出一些車位的文件都有分享 他們大家都看到我,在Patreon裡面,分享合約等等 即是真實,賣出收租樓等等,我也有說 我是四年前已經去部署 四年前,大概五年,四至五年前,我算是2018年開始停了 停了兩間的運作,因為我已經知道經濟衰退來 我總共等了五年,我今天會去擴展我的業務,又開始回 因為太懶了,我懶了五年了,不做事 沒有特別做什麼,主要都是賣了兩層樓 最近,大家有跟開我的台也知道 我也是在疫情中間賣的 我想是2019年左右,還有一間還未成交 我買了兩間,我買了啟德,我買了Novo Land 為什麼現在疫情還在買樓呢? 為什麼加息還在買樓呢? 這個真的很有趣 我最近才聽到,原來不只是我買樓 原來我們親戚裡面,我老婆的舅父 最近又買了多一層 原來不只是我,我以為只有我這麼奇怪 傻的嗎?現在跌市還在買樓 其實,如果你還沒訂閱,記得訂閱 這個是我的經歷 就不是鼓勵大家買任何樓 我之前也有說,投資就不要賣了 最好,就只是買一個置用樓 改善生活質素,小屋就換大屋 一路一路換上去 其實我也是由零開始 值得參考的價值就是由零開始 我靠我的生意慢慢一步一步做 但很少人分享 為什麼我會分享呢? 我今天再給大家講一次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zone的話,記得訂閱 讚讚讚讚讚讚讚軟 或者可以走進我的Patreon,會很詳細 我最近的部署跟大家說 其實我最近又重新也uum 又開始勤力一點,我又要做其他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外面的評論和你自己本身怎樣做,是兩樣東西來的 這是很個人的 參考 就是說 你做一項投資決定 是考慮很多東西的,不只是考慮市況 有時候如果你只是靠市況,靠情緒來投資 你很難會贏到大市 我每次做都在經濟危機的時候買入資產 不是第一次的,我買了一層零八海嘯 但是那時候買三百多萬,我已經很吃力了 我已經覺得很辛苦了 我沒有想過可以買到千多萬以上 三百多萬我已經覺得很吃力了 你不是說了很久,我想是十五、十六年前左右 然後我又繼續買舖位 現在我用的都是買回自己用的 那肯定是擔保交租的 除非自己不交租 而且我說要多投收入很重要 大家不要想著,哎呀 我只是靠一樣收入就可以 其實現在已經不是這個世界了 你越多投收入 你能夠生存下來的機率就越多 很多人說失業啊 其實呢 是不是這麼多呢 又不是 你想去找工作其實並不難 香港其實真的很容易賺到錢 香港是極之易賺錢 極之易儲錢的地方 我身邊的朋友 當然啦,有些都不太好 但是大多數都OK 大多數都有儲蓄在 多數都會玩一下股票啊等等 我想說,其實 如果接下來這幾個月 股票 是相當大的風險 如果你說 樓會跌三分之一 股票一樣會跌三分之一 大家留意 加息是正在抽筋 簡單來說,其實這個遊戲是很簡單的 加息就會令到經濟衰退 你不用看很多經濟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加息就會開始 減慢經濟的增長 但其實呢 每個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經濟衰退的時候 是賺多錢的支持 那麼 重點是,首先是開邊行 首先第一 第二就是你的收入水平 是跟你的投資取向很有關係的 很多人在這段時間買的,通常都是很有實力 他真的想買 而且他又有實力去買 是這批人去付錢的 所以看到現在新樓其實賣了八成 大部分新樓 八成都是一出來就賣了 當然啦,有些人說 散貨等等 但其實發展商又不是很急 他拿了部分出來賣 他又不是一次過放了 其實現在你實際看,土瓜環有些在做三萬元一呎 你真是不明白為什麼 那差異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 每個人對經濟評估是不同的 有些人在這時間,譬如醫生,做醫護,做教師 那些還是很有錢的 他不受影響,做公務員那些還加薪 那就是說 你買不買樓 其實是跟你自己本身的經濟狀況很有關係的 就不只是跟市況有關 那你想一下,有很多人都說移民會走的,會賣 那你移民賣 那你要有人買,這樣才會交易成功的嘛 那就是說 現在這段時間買的,通常經濟實力比較高 就是他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那所以你會變成一個 你如果用某個角度去看 不買的就怎樣都不買的啦 不買的永遠都會覺得 貴啊,或者他根本是 我只是不買,我只是租的 那沒問題的 對不對 這班人就會走回那條路 那有些人會買,就會繼續買 那我有一個舅舅,最近才知道的 原來他 他買了兩個單位 在他同一層買了兩個單位 現在買第三個單位 都是同一層 是不是打通呢?他又說不是 他拿來放租 那你說,喂,這麼低息率? 是啊,我想他只有兩來而已 他照放租 那所以就說 玩開物業的那些,就會繼續玩 不玩物業的那些,永遠都說貴 或者永遠都說跌 他也不會玩的 OK 那我是以一個 中間的狀態 我呢,很有趣的 我是主要玩 房地產 一直升級自己的需要 我由那種投資的態度已經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找到一些收息工具 有二十多來 那我就一直都在做那樣 那我太太 就買股票了 那他的股票賺得不錯 其實這半年他OK的 他今年已經可以收工了 已經可以收工了 因為成年花費他賺了回來 但他又不是要全部買的 買股票又不同 買股票要大手 狠 以及準 那樓就不是 樓我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我做了之後,我就扔在這裏 其實我基本上都不用做其他東西 那我 鬆了些時間做什麼呢? 就做好自己的生意 所以 買不買樓呢? 就算他跌三分之一 為什麼要有人買呢? 就是因為他們 對經濟 前景展望 都是不同的 和其他人 大家有重點在這裏 聽不明白 聽不明白就聽多一次 就算我現在同一個經濟體 大家都在香港 也有人很鬆動 有人在搜 所以 對整體來說 他的住屋需求都是不同的 當然要看他自己本身 住的尺寸等等 有時候有兩個人都住一千多呎 我看到有這些人 所以 改善生活 是買樓的 唯一原因 你說物業投資有沒有人做呢? 一樣有 但是價值不是很高 是吧 但是這些人為什麼都要買呢? 你應該問這些人的 就不是說 我盲目覺得 三分之一我就什麼都不做了 但是你是不是又盲目買樓呢? 不是的 絕對不是的 為什麼再買多一層投資呢? 因為 其實我和太太商量了很久 做不做這件事 我們覺得做完這件事之後 還是很鬆動 我們才做 這是我自己的事 我去分享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當然有很多人有很多原因 很多人有很多原因 有人六千多萬就去買樓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不合理 就不合理也要買 那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地鋪 你可能在說 五萬元、十萬元一尺都有人買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去問一些人 那我有機會就訪問到他們 我就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身邊的事 我發生 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我跟大家說 所以 樓加一些三分之一 關不關你的事呢? 如果你不買的 那也不關你的事 那麼 美國繼續加息 會影響什麼呢? 那我Patreon慢慢再說了 物業的投資價值不高的 不高的 但是 是不是不應該買樓呢? 又不是 因為買樓有很多好處 但是那些沒有從沒買過 或者不買過的人 他們是不知道的 那你最好 問一下你的會計師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會計師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 他買了一千八百多萬 他買了LP10 他也是跟我差不多時間買的 他也是 201 九 中 左右 他給我收樓早了 幾個月 但是他仍然在裝修 我也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買樓其實是跟你自己本身的經濟狀況有關 所以大家就不要插摩 說你這樣不對的 不應該什麼的 不要受太多別人關心你的事 做好自己的事是最重要的 買樓不買樓是個人決定的 是吧 但是供樓壓力是 重了的 我唯有有其他收息工具去補充 其實你說我什麼都買了最好 那又不是的 其實持有現金是一樣危險的 我們就是權衡過這件事才做的 所以投資最重要是想清楚 想多些 以及不要只聽一邊的意見 幸好有很多人就說 你看到10條片 10條片都是說樓市大跌 那你自己去想想 就算跌是不是你應該去做呢 我也說了 領八金融海嘯 琴流感 豬流感 這些全部我都有入市的 我只是一間換一間換到今天 我不是說突然間一大不知今 不是這樣 但是買樓是很著數的 今天問一下你自己會計師為什麼 這些我真的太詳細了 我不在這裡解釋了 我也不想說那麼多 覺得大家說你不斷唱好樓線 不是 絕對不是 但是 我有一個心理預期 我預計我的負擔是多少 而我是會一級一級這樣做的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都會有這件事 實事求是 不是永遠都說貴呀 不買呀 什麼都不做呀 那你回想回 10年後 你也是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就不會是這樣的 我這個 channel 很貼地 你真的用到 而不是聽完一大堆經濟分析 而是什麼都沒有進展過 那我不是 如果這幾年看到 我也是一直在進展 好嗎 是沒有怎麼停過 但是 物業投資只是其中一種投資 我都說賺錢有四個方法 有四個方法要讓你自己進升 你永遠都是一樣的話 你在2024之後的九運開始 你未必能夠做得到